每年7年 每年7年 他都不安靜 七年之陽 全天下男人女人都會犯的錯 因為嘴對嘴也還好啦 王王在此跟大家鞠躬 特別道歉 她 她都曾經傳外遇 那哪一個國家的人出軌比例最高呢 美國吧 為什麼 他們比較開放 台灣吧 不是美國也不是咱們台灣 保險套品牌跟線上約會網站做的調查 婚後最容易不忠的國家 出乎意料 是泰國 泰國 沒有想過 因為我也知道他們有那個紅燈區 曼谷有爬碰夜市 著名紅燈區 被認為性態度相對開放 而街上情趣用品店林立 丹麥人喜歡在網路上找尋激情 拿下出軌榜第二名 第三名的國度是義大利 法國吧 為什麼 因為感覺比較浪漫 而進榜的還有德國 法國 挪威 比利時 西班牙 英國和芬蘭 只是上了這個榜的國家可能不會很服氣 畢竟這網站做調查可沒在每個人身上 撞監視器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